美國總統拜登週日呼籲國會通過槍枝管制法案 此前週六在德州一家購物中心 由發生一宗大規模的槍擊案 造成包括槍手在內的狗人死亡 作為民主黨人 拜登總統再次呼籲國會禁止攻擊性武器和大容量的彈甲 並制定普遍的背景調查 終止槍枝製造商的訴訟豁免權 德州州長共和黨人亞伯特週日上午 德州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說槍擊事件是毀滅性的 但他說有效解決槍枝暴力問題的方法 是在於解決心理健康問題 他說美國發生的憤怒和暴力事件急劇增加 他們正在努力解決這個憤怒和暴力問題 從根本上解決他背後的心理健康問題